花蓮市的友好城市日本岩首县圣岗市 4月份在得知花蓮发生大地震后 由圣岗市长内管茂立即表达了关心之意 并捐赠了50万的日元易住 花蓮市公所慈爱基金 展现出台日友好交情 而花蓮市长魏佳燕9号下午则 透过视讯的方式 向这份华海应援的心意表达感谢 4月份强震重重花蓮 日本岩首县圣岗市除了在第一时间 由圣岗市长内管茂表达关怀 也向花蓮市申出援手 捐赠了50万日元易住公所慈爱基金 展现出台日友好交情 而9号下午 花蓮市长魏佳燕 则再度与圣岗市长内管茂 进行视讯交流 那主要也要谢谢他们在地震的部分 有捐一些款项来到花蓮市公所的社劳客 那也要借此讨论 我们五中年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事宜 那在这边我也要拜托我们升纲市 那也要先谢谢他们 颜首县有前阵子有登一篇非常大的一个报纸 然后也跟我们说花蓮加油 那也要非常谢谢他 那展现我们梁市的非常友好的一个情谊 那在这边也要拜托我们内管茂市长 在未来的一个观光的部分 请他们在圣岗市可以多做一个宣传 花蓮市与日本圣岗市地盟姐妹市 在今年即将满五周年 市长魏佳燕也诚挚地欢迎圣岗市前来 让彼此的市民多一些认识 并借此促进文化交流 并带动观光契机 而未来也将持续在观光、教育、体育及文化等方面 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让市民与国际接轨 并带动双方的地方产业发展 记者徐立琴环玲临时报导